最近有个文旅大新闻 大家听说了吧 吉林省吉林市 你别以为我说错了 我没说错啊 吉林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省名市民都同一的这么一个省 吉林省吉林市有一个办公室 这办公室全世界没有 全中国也更没有 叫郭包肉办公室 吉林省吉林市郭包肉办公室干嘛呀 打造文旅热点的 果然 刷就上了热搜了 您看看 2024年吉林省昌义区某单位紧急招聘教育人才公告 要招33个人 吉林省餐饮名品推广办公室 简称叫郭包肉办公室招募公告 2024年长白山事业单位招聘集成工作人员面试副审的通知 这个大家不看 大家都看郭包肉办公室招这么多人哪 爱吃郭包肉都可以报名啊 我的哈尔滨老乡不干了 我们家亲戚就跟我说 我们家亲戚住到外桃花巷 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在哈尔滨道理区通大街50号 三孔桥边上 我现在一大堆的同学 这个校友 小师弟 小师妹 都在太阳岛上 哈尔滨商业大学 亲戚多了 他们都说 你也不讲讲 郭包肉是哈尔滨的 郭包肉是黑龙江的 现在人家吉林省吉林寺 郭包肉办公室 这事 我看了以后就还笑 我们家祖籍是山东黄县 山东轮口 举油怪 小和口词 我爸爸的老家呢 是吉林通话七道沟 没厂子 我自己出生在黑龙江 从山东开始一卖 然后黑鸡流 全是我们家亲戚 但是公正的说 郭包肉这事儿确实起源于哈尔滨 可是你 你 你这好吃吗 所以整个东北都吃 现在全中国到处都吃得着郭包肉 郭包肉这个特点 有人说不就是糖醋里脊吗 这么说的人就说明 第一 你当不了美食家 你鉴赏力太差了 第二 酸条东西 鲑鱼类呀 糖醋里脊能这么酥吗 知道为啥这么酥吗 炸三遍 还有这里面 我作为一个爱做饭的人 我也作为一个这个吃货 我告诉你 他酸甜起缝 满口香 人人都爱吃 尤其是女的更爱吃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东北的两道名菜 一叫锅包肉 二叫溜肉段 他们两个如果归类的话可以归为一类 但是呢 我更喜欢吃溜肉段 所以啊 如果要我选择锅包肉的话 我一般不会选择酸甜口的 我会选择咸口的 因为溜肉段比锅包肉更胜一筹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呀 那说回来 人家吉林省吉林寺锅包肉办公室 成立了锅包肉办公室 我的这个黑龙江的亲戚老乡就就不高兴了 但是我们家吉林通话七道沟的乡亲们 他们欢禁顾 你看看我们吉林 这一把 抢他一个风头 就抢了 确实有抢风头之前 掀起了锅包肉小高潮 你问我怎么看 我怎么看啊 就比一比呗 就晒一晒呗 看看谁做的更好吃 不管怎么样 这事对消费者来说终究是好吃 一件事情前的标志是什么呀 有人说要恢复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锅包肉最早在哈尔滨诞生的 这是本来面目 但是历史是往前走的 历史是一条河流 是不断的向前流的 你怎么可能每一步都回归本来面目 你知道面目就可以了 往前走一定要发生改变 所以吉林省成立锅包肉办公室 风头抢了就抢了 关键看对谁有利 我看对消费者有利 很多创新嘛 打造很多新品嘛 大家如果觉得吉林锅包肉更好吃 那黑龙江一定要努力 黑龙江如果说我原汁原味这个东西就跟我西湖边上龙井村里的茶 只有我这才正宗 那你就打出正宗旗号 没所谓的事儿吧 当然 吉林省吉林寺郭包肉办公室应当思思求四 告诉人家 出处是他们耳宾的 出处确实是耳宾的 我就拿来改造一下 咋的了 咋的了 哈哈哈哈哈哈 比方说佛教这个东西是哪儿的呀 是印度的 是尼泊尔的 是南亚次大陆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咋的了咋的了 耳宾的这么大国际范儿的城市 当然有哑亮 耳宾人的觉悟是 啥你的我的呀 都是东北的 都是大伙的 不杀猪哪来锅包肉啊 谁吃的算谁的 使劲吃 我结账 你别给我抢结账啊 一点都不乃玄 一点都不巴虾 一点都不扯 我告诉你 在我们哈尔滨吃完饭以后结账 那两人在吧台都能练起来 我来 我来 对 这才是对锅包肉的正确态度 这才是对包括锅包肉在内的 我们东北美食的正确态度 这才是东北爷们儿的胸怀和境界 所以我看很多小视频里面讲 世界第一盘锅包肉起源于哈尔滨 那你闻着酸吧 吃着甜 甜了巴结肉的 那才是正宗的哈尔滨的味道 最后我想告诉各位 如果我去吉林 我就吃吉林省吉林寺锅包肉帮室 你们领导的那个吉林锅包肉 去哈尔滨那就吃哈尔滨的锅包肉 我相信无论是吉林省吉林寺的锅包肉 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 都能接受 都好接受 吃了就没够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司马南爱吃锅包肉的老头司马南